多乐故事 姑姑送来的礼物 佩奇和乔治在他们的卧室里玩 烤龙 嘿嘿 乔治,在这间卧室里 你只能搭在你的地盘 这边是我的 你不能过来,知道吗? 佩奇 乔治 你们的姑姑给你们寄来了礼物 快来看呀 虽然你们的姑姑住得很远 但是很疼你们 是什么礼物呢,爸爸? 哦,我和妈妈帮你们打开了 是一个小马玩具 哦,是一个小马玩具 我要给它起个名字 可爱的小马先生 小马 可爱的小马先生 小马 可爱的小马先生 小马 小马 可爱的小马先生 小马先生 很大可爱的小马先生吗? 还是先让乔治先玩吧 他是最小的 嘿嘿嘿嘿嘿嘿 小马 小马 嘿嘿嘿 乔治喜欢和小马一起玩 乔治 不能直接叫小马 要叫他可爱的小马先生 现在轮到佩奇玩了 我是佩奇公主 我有一匹魔法小马 他叫可爱的小马先生 佩奇很喜欢和小马先生一起玩 佩奇 也许你应该带着小马去外面玩 说得对 妈妈 我们去花园里玩 大家来到了花园里 乔治想骑在小马的身上 但是乔治没有办法让小马动起来 如果有一个强壮的人去推一推乔治 他就动起来了 我就非常的强壮 我可以推乔治 这个主意 这个主意真不错佩奇 佩奇 佩奇推起了小马 小马 嘿嘿 小马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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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可爱的小马先生 小马 可爱的小马先生 小马 可爱的小马先生 我想到了 因为这个礼物是送给我们两个人的 我们就叫他可爱的小马先生吧 佩奇和乔治还有可爱的小马先生 玩得特别开心 他们喜欢在一起玩耍